觉得非常不合理 为什么可以知道 片头都还可以过钱吗 这是什么世界 令到李太那么激动的原因 原来就是因为一封email 他一直在用一个 爱国影音串流平台 在大约一星期前 突然收到一封email 说他给不到钱 要他再重新输入付款资料 李太没想到那么多 就按指示输入信用卡资料 谁知道噩梦就开始发生 当我们输入了验证碼之后 完成了那个事情 这件事呢 卡中心立刻打电话给我 就说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有一个 欧罗的四千多元的交易 成功了 大概是三万三千多 那我说怎么会 没可能 因为我的卡里面 完全一号纸都没有 他就说 在几天前 我们把你的免迁账额提升了 到四万元 所以这个交易就成功了 在一些社交平台群组 都见到有人提到 曾经收过这一类的email 而李太知道自己受骗之后 都立刻作出补救 向多方面求助 希望可以及时截了这一笔数 谁知令到他更加气愤的事情发生了 我知道已经是受骗了 我就立刻去报警 有个CID就跟我们去落口供 他就看到所有的资料 就是来往的信息的资料 他就说查到 在海外一间旅游公司 我就立刻到卡中央 给他一些后供指 给他一些证明 告诉他 这是一种骗案 但他们有没有立刻答应 帮你停止这个交易呢 他就说机制已经开动了 不可以了 然后我之后每天都有去跟进的 我每天都打给他 今天那个骗徒有没有问你们拿到钱 他都说没有的 直至到昨天我打给他 他就说我已经将那些钱给了对方了 我有打过去给金管局 有打过去给消费者委员会 金管局说因为Leon这个公司 不是银行 他们是管不了他的 消费者委员会也都说 给了一些其他电话我打他 他说他都帮不了我 这个案子的CID总负责人 去跟他们说 他就说要够10万的 那个骗金要够10万才会做这个行动 我就问他 为什么要骗損失要够10万才可以做这个行动 是不是香港法例 他就答我 他就不减答我 他没有回答我 我觉得精神上真的很大困扰 睡不着觉 还有我觉得 为什么香港的法例是保障不了我们 这些市民 明知李太遇到骗案 但各个部门都不是很帮到手 我们就和他一起向信用卡公司查询原因 中山 这里是东张西望的 为什么当时 李太他联络你们的时候 不可以即时截停我的筆数呢 就正如你拿着张使用卡去到一个买衣服的店铺的时候 你买了 你通过张卡买了东西的时候 那个店主是不是可以给你走呢 为什么他会给你走呢 就是正如它是一定可以收到钱 如果最初它是收到验证码之后 它是没有输入验证码的话 那我们也还有机会呢 向商户那边要求 就是说我们的家主并不知道支付那么多的国人码数 现在就是已经 李太已经向我们填写了一份上卡争议交易表 争议这一笔交易 所以我们现在就帮他协助他 以一个未周到商品的原因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以这个原因去做的 我想象不到为什么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得了 你明不明白的 就是可以这样的吗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么不公不二 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 我怎么再去信这个香港 怎么信法例 我怎么信其他事情